好 今天这集我们来开箱评测这个Pelikon很经典的这个shell的防护盾 然后它通常都是这个最高的这个防摔的能力就是6.4米 这个我历年来也是都会入手 然后它是有MagSafe的这个装置 另外呢 它会附赠这个支架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这一款呢 它的这个是碳纤维的 所以它这个表面我觉得现在从外观这样看是非常漂亮的 好 那我们就打开来看看 好 那这个保护盒呢 你可以在那个shop.me 我们下面会有一个连结可以去购买 把支架转正 然后从这边把它拉出来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外观 它其实是还有一个支架的 我们把它打开 里面有这个说明书告诉你说怎么去拆装 那我们就把它这个拿起来 它是两片式的 好 拿开 第一次它这个碳纤维的这个 哇 这个处理起来好漂亮 它以前是凯弗拉嘛 那它这一次这个碳纤维的 我觉得比之前的那个视觉更夸张 好闪亮 而且它的这个纹路 我是觉得又更明显更漂亮 下方呢 就是有印这个 Pelican的这个logo 然后它的这个背面呢 都会有锁这个很像螺丝的这个装饰 然后再这个四个角 另外它的这个镜头框呢 也是塑料的 所以是蛮防摔的 那历年来我很喜欢它这一款的原因就是说 它的这个边呢 是这种荔枝皮的 所以它这个摸起来是很舒服的 就是说它不会是像那种干燥的那种沙沙的那种的塑料 不过它这一次的这个手感 我摸起来感觉很轻薄 而且不会像之前 就是它虽然是那种 塑料是比较荔枝皮这样湿湿的 可是它这一次的 我觉得它做的又更简洁跟干爽 另外它的旁边是有开孔的 是比较大的开孔 然后它的按键是两刀式的按键 上面会有这个纹路的刻痕 另外一边呢 之前15没有这个动作按键嘛 那现在基本上它后期到16都做动作按键出来了 里面呢 就是它会有防尘塞 而且它这个开孔是小大的这种不对称的 这个防尘塞 然后通常它在安装呢 就是会把它拔开 里面有一个骨架 那我们看一下它里面 一样是有Pelicon以外呢 它里面呢 是有一个这个热条 你可以摸得到这个MagSafe 它不是内侃的 可以碰得到 但是很平整 其他呢 我看是没有特殊的设计了 就大概是跟以往大概都差不多 然后它这个在装的话 就是说你要把这个皮把它拨开 那如果你拨不开 你也可以从下方 下方先把这个充电孔的这边先扒开 然后慢慢的 慢慢的朝旁边一直拨开 按钮的这边好像有一个扣子 就是这样 一层是这个比较软的皮 那一层是它的这个边框 然后这个是它的支架 支架的话呢 我们之前讲过 它这个是很好去左右去移动的 那它可以去夹 那夹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当立架 立架的话就是把它用力的往下压 它就卡住了 卡住了以后呢 你可以任何的角度去平放 或者是你要用成正的去直立 那如果你不要用的话呢 就是在用力的从这一个卡扣的地方按下去 它就啪一声 它就打开了 这个都跟以前的设计都是一样 然后里面是有一个 它这个pelicon就是一个 好像蹄虎的一个 这鸟类吧 的这个logo 那我们来测一下它的重量 55.7克 那如果全部连这个支架的重量 我就一起丢上去了 105.9 所以加上这整个支架 就大概100多克 我们这个支架我们先不要用 我们先拿到旁边 那我们就把这个手机就装上去 那它是两片式的嘛 所以它在安装的部分就是 你要先把这个框呢 先装上去 我们现在有贴下好的这个保护贴 我们装看看 那装上去的时候 其实这个边呢 也是都是没有碰到的 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装上了这个框了以后呢 你才把这个手机呢 塞进去这个最外层的皮 塞进去以后呢 你就是把它的这个边 有没有 再把它压平 压平压平 它这一次的 我觉得做的比上一次的 这个服帖度更好 然后它旁边有这个卡扣 你要把它扣进去 即使它旁边这个比较薄 所以它做这两个扣子 应该是要让它固定更稳 所以你要把它压紧 这里有两个涂起来的 像按钮一样把它塞进去 然后其他的地方就是把它再压平 那整体而言我觉得 我很喜欢这个Share的原因就是 它在这种三房壳里面 它做这样子是非常的轻薄 而且它的旁边是有做这种 很像阶梯状的这个磕痕 所以我觉得在拿的时候是非常的舒服 然后它的这个框 我觉得很漂亮 就整体你这个手机就黑化了 就是很干净很漂亮 然后它后面这一个 我觉得很夸张的 这个碳纤维的这个图案 那我的镜头贴是有贴小好的 它的镜头框也是刚好切起 没有凸起 整体非常闪亮 然后整个这个手感我觉得非常好 那再来就是我们看一下它的按键 按键是非常非常的好按 操作这个都是没有问题 那再来就是比较关键的就是这个动作按键 摸一下 我摸一下这个手感 它的动作按键的这个地方呢 它做的比较硬 然后有一点这种好像 颗痕 像那种皮革的颗痕 摸起来是很有质感的 其实你在摸是非常的滑润的 然后我看一下它的按压 你在抓握的时候呢 我觉得也是算舒服 因为它是一个触感 它做的蛮不错的 它是硬的 按压的部分呢 其实它这个就是原厂的按压 你就是要用力的把它压进去 但是我觉得它做的这个很平整 我觉得它做的这个蛮不错的 我觉得在按压的部分 没有想象中的难按 是可以去接受的 只是说你现在在握的时候 就是难免嘛 当然它如果有做按键会更好 那不然就是说它这边就是 因为你在抓握的时候 这边就是大拇指会压到这个洞 不过因为它的这一块是硬的 平的 所以你刚好抓压进去的时候 就是比较不会按进去 因为它旁边的塑料是比较硬的 那我现在在摸的话是 还算舒服 不会太奇怪 因为它这个手感 其实本来就会很好了 然后它侧面的这个按压 也是可以 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都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说你这个毕竟 它这个没有按钮 所以你在按的时候 当然就是要压进去里面 所以会稍微要压多一点 但是比我想象中的好 当然是没有办法跟按钮比 但是至少我觉得 它的这个开孔的处理 是比较好的 摸起来也不会那么突兀 不会那么硬 算很滑润的 好我们看一下它的Megasafe Megasafe蛮强的 Megasafe1.75到快两倍了 非常非常强 那它这一次它这个Megasafe非常好 然后它的这个支架的呢 我们再稍微装一下给各位看 你平时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它装进去 然后把它扣上 像有一些工作的场合 你要夹在牛仔裤啊或什么 你就可以这样子扣着 去扣住 扣住你的牛仔裤或干嘛 然后支架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就把它用力压下去 它就卡扣卡了一身 就卡住了 卡住了以后你就可以横放 横放或者是你要直立的话 就把它转过来 它也是可以直立 就是这边可以去做调整 然后如果你要解除的话呢 就是在上方的这个有 压痕的这个地方 在用力的把它用力的往下压 它就是推平了 它就是这样 那如果你要拆开呢 就是把旁边的这个拨开 它就可以拆起来 都是非常的轻松的拆法 不过一般我们是不会用这个啦 比较少用到 所以如果你是单纯的这样子在拿 我是觉得也不错 重点是它这一次的这个 我觉得碳纤维的这个图案 比之前那个凯弗拉的更闪亮 更夸张的这种视觉的冲击 然后它的这个边啊 跟这种抓握感 我是觉得都是 三房可里面算是非常好的 有很多的大品牌的 没有像它做成这样的 都已经要卖到三千块了 那我觉得它的 Share的是 价格是算蛮便宜的 是一个触感的 而且是比较有质感的 与其买那一种 快要三千多块的 一些其他厂牌的 我是建议 Share的这一款 是我比较推的 好 那我们再稍微看一下 它下面的这个防尘塞 刚才忘记看 它下面的喇叭孔 是小大的这种开孔 不对称的 但是我觉得这样 都是很漂亮的 再来就是说 它的这个防尘塞 我觉得做得很厉害 它以往有时候 是由上而下这样搬开 它现在是由下而上 所以你在搬的时候呢 你是很轻松 就可以直接的掰开 那这样子的话 你在充电的时候 这个开关会更方便 它是属于这种平整的 所以我觉得 它在这一个设计 又更好了 更快的开启 不会像以前 有一个什么扣子 或一些有的在那边 扳扳不起来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防尘塞 也是一个新的这个眼镜 我觉得这个做得非常好 所以如果你需要 这种三房壳的 这一次这个Share的 我还是会去推荐 不过就是说 它的旁边是没有按钮的 当然啦 之后也许会有再出有按钮的 那我们就静观其变 但是以你说现在 它是没有按钮的 这种三房壳 我觉得它还是是非常好的 好那今天自己就到这 希望更多人会有帮助 希望更多人会有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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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